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视 眉目传情 让朱举人有些面红吃醉 入神之时 感觉自己身体漂浮而起 如同腾云驾雾一般 片刻之后 又角落了地 在台眼区看 已经不在寺中 而是一个如同仙境的去处 正是画中场景 朱举人听到有诵经之声 随声找去 建议老和尚正在传经不到 他正瞧着热闹 突然一个妙邻女子小声地叫他 竟是那让他痴迷的话中女子 女子将他拉到一间房中 让他小心躲藏 不要被人发现 朱举人忍不住倾诉起爱慕之情 那女子倒也欣然接受了 两人在屋中亲热了起来 倒也不是朱举人如何地轻浮 只是他以为自己是在梦中 又由家人陪伴 便放纵了起来 亲热之后 女子起身离开 叮嘱他 一定不要乱出去走 如果被巡查的金甲使者抓到 会拧下他的头来 朱举人藏在屋中直到天黑 那女子又来了 还给他带来了韭菜 席间朱举人不免疑惑 自己的这一个梦 怎么会做得这么久呢 那女子说 她并非是在梦中 而是已经置身于壁画内 与自己结了缘 朱举人哪信什么置身画中 在梦醒之前 只想跟那女子多多亲热 两人正如交似起 门外有人呼叫那女子 女子本想将她藏起 门外的几个妇人 已经推门走了进来 见她藏着一个男人 还护在身后 都调戏起来 弄得那女子面红耳赤 取笑过后 又提醒她防着点金甲使者 别害朱举人丢了性命 第二天一早 女子想起身离去 湖门外面有铁甲摩擦之声 吓得她面容失色 忙让朱举人藏到床下 而她自己则跑向一面墙壁 从暗门中离开了 女子刚走 哐当一声 屋门就被推开了 走进来一个身披金甲 黑口黑面的凶神 一手持棒锤 一手持锁链 腰间挂着几颗干瘪的人头 金甲使者来到屋中 四下绣了又绣 随行的女子都说 不可能有凡人闯入 金甲使者确信 屋中无人之后 又告诫了他们一番 这才转身离去 等到外面没了动静 朱举人这才敢从床下爬出来 一时间有些恍惚 想不起来在何地 如何到来的 恰在此时 听到有人叫他 低头一看 竟是带他们游四的和尚 和自己的好友 朱举人只感觉 又一阵的眩晕 等他清醒之后 看到好友正在摇晃他的手臂 他盲看向墙上壁画 一切如常 只是画中石花女子 本是散发 变成了树发 一时间朱举人分不清 是真的置身画中 还是做了一个梦 那个僧人也没有解答他的疑惑 二人辞别了僧人 下了山 路上举人说起了自己的遭遇 他朋友却说 他始终没有离开 只是有一会功夫 痴痴地望着壁画出神 叫他不行 多年以后 朱举人仍对画中女子念念不忘 后来还娶了一位跟其长相相似的女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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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